记得当年开奖的乐透王子聂云吗? 曾穷到简破烂,却在当红之际淡出演艺圈。44岁的她如今。 记得当年开奖的乐透王子聂云吗? 曾穷到简破烂,却在当红之际淡出演艺圈。44岁的她如今。 还记得当年全台湾风乐透,每到开奖夜晚,许多民众都守在电视机前面,听着主持人聂云充满慈兴又清晰的声音,梦想著成为头奖幸运儿。 帅气的外表,稳重的台风,曾经红遍全台的乐透王子聂云,已经好一段时间消失在荧光幕前,没想到44岁的她现在。 聂云当年接下《好运万事通》主持人,随着乐透热潮也翻身变成知名主持人。 不仅手上有好几个节目,更是星光大道,广播金中奖多次的御用主持人,除此之外,她还跨足戏剧、电影、音乐等领域,是电牌DJ,也是音乐总监,却在32岁事业巅峰之际,慢慢地淡出演艺圈。 拥有强大生意头脑的她,曾经在受访时说,我不跟从主流,我都观察大部分的人在做些什么,然后避开这些行为。 退出荧光幕后,她开了制作公司,做广告、音乐、纪录片,甚至在房市低迷的时候,她却大胆投资房产,还开了英文补习班,独到的眼光让她荷包赚宝宝。 但很多人却不知道,她也有人生低潮的时候。 聂云曾在受访时表示,自己曾经穷到捡破烂,当时她才刚从美国回台湾,经济拮据,在路边捡人家不要的冰箱,跟同事借车等等。 自嘲就跟捡破烂没两样。所以现在对小孩很大方,笑说,我没有养房老的概念。 她和老婆范伟娟结婚十多年,育有两子一女,不仅是个好爸爸,更是大家眼中的心好男人。 她对待儿子比较严厉,但碰到女儿却完全没辙,每年她都会带全家出国旅游,周末空荡就去汽车,钓鱼,家庭生活幸福又和乐。 最近她带住12岁大儿子聂蕾参加马拉松,她大赞儿子体力好,自制力强,不需老爸操心,练跑的时候,更是直接把她甩在后头,下次可以直接挑战全马了。 聂云还抱儿子料,有次和女生线上聊天被抓包,料花30岁才能交女友。害儿子只能傻笑回应。 更多影片请看。影片来源,苹果日报。 小编当年也很喜欢看她主持的节目耶。 赶快分享出去,让更多人看看吧。 小编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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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